跟雅善的合作已經非常多年了 那真的很感謝他們 因為其實他們家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像這次的ANR系列已經30年 所以改了一個特別版的包裝 紀念版 對 紀念版的包裝 那ANR我本身也是用好多好多年喔 一年 我應該這樣講 一季我平均會用兩罐 因為我的 對 對 一季我就用兩罐 因為實在太好用 我不只早上晚上用以外 我像是在敷臉之前 我也會是全臉以及頸部跟脖子 下面這邊全部都會先敷滿以後 然後再敷臉 敷面膜紙上去 然後我可能就看書啊 或做自己的事情 甚至有時候我就啊累了 我就直接把面膜紙拿下 然後我就自己睡著 然後因為我覺得 那都是非常好的東西 所以我都很捨得讓它在臉上 然後大量的使用這樣子 或者是平常我化妝的時候 我甚至都會DNR 然後混合我的粉底液 因為這樣比較服貼 因為我臉部其實比較偏乾 那我很怕妝感會太 就不吃的感覺 不夠透 對 曉曉老師這樣對嗎 我可以這樣說 不錯 這招還不錯 謝謝 對 其實這個 Parent修護露它在 妝後也可以使用 那其實對於白白來說 任何時候如果希望妝容 比較服貼的話 在妝後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嗎 好啊 好啊 來我幫你拿麥 其實它在化了妝之後呢 我們可以取適量的這個超智慧 DNA特潤修護露 在我們手臂上面 然後利用你的指腹呢 輕輕的把它推開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透過溫度之後 它的成分釋放開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臉上 譬如說比較乾燥的地方 譬如說容易脫妝的這個區域 或者是希望臉上比較有光感的地方 譬如說外膝的位置 也可以呢 通過這個手法 讓妝容更服貼 也就是說在脫妝的時候 不一定要補粉 脫妝的時候反而我建議 尤其在冬天 或者是比較乾的皮膚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還有人額頭沒有發亮的感覺 這個呢 就是 你知道新春到了 要開光一下 就比較有光澤的感覺 就是這個地方比較飽滿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了玻尿酸 它可以吸附水分 然後呢 讓我們的粉體的這個狀態呢 呈現出一個濕潤服貼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 不管是冷氣房 或者是冬天的乾燥氣 都可以維持一整天的 底妝的服貼的這個效果 我不僅是我自己用 妳自己還有爸爸媽媽 對 我媽媽 兩個姐姐 還有我的同事們 還有我的好朋友們 全部都是受灰 真的 所以就是 真的很感謝老師很帶 而且就是 30年歷久 倪新的一個品牌 跟AMR 嗯... 過止以來就是 每年過年都會帶 爸爸媽媽出國玩 那都是去熱帶島嶼國家 因為我跟媽媽都非常的怕冷 所以都一定會去 我都笑說 因為我之前剛殺青一部電影 叫《候鳥來的季節》 然後我都說我很像候鳥一樣 要去就是 要去過冬 要去比較熱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所以今年也不例外 那紅包的話 每一年都吉祥數字 今天有六位 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今年的成績啊 我覺得明年可以再慢慢的加油 其實我之前想過好多 因為其實在家裡 就自己很喜歡做白日夢 然後做白日夢的時候都會想說 如果我是誰 我是誰 那我就會很想說 那如果我是可以演殺人犯呢 因為我發現好像沒有女生演過這種角色 所以自己會就偷偷的奇想一下 那當然也會很想要演那種很搞笑的 其實我都會很想嘗試 只要我沒有嘗試過的 對 因為目前 我覺得我就應該像個海綿一樣 因為其實我在戲劇這一塊 還算是一個非常新的新人 所以不管是什麼角色給我 我都會盡力的去可以詮釋他 然後 而且再來 我覺得這樣也豐富了我的人生 我覺得現在我根本沒有想到 復合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 感情這種事情是要自然發生嘛 那既然現在都已經如此的話 我希望他能更幸福 真的 對方跟自己都 對啊 如果我也能很幸福的話 那我希望我也可以有這個機會 但目前的話我覺得一個人 我就好好享受一個單身 親手女的一個生活啊 沒體驗過 其實我自己本身不太急 可是我周圍的朋友 跟我的家人們 對 都一直鼓勵我要走出去 不要每天都關在家裡 因為我除了工作以外 每天都關在家裡嘛 然後他們就很急啊 每天都出奇招 想把我引誘出去 所以 我覺得很可愛 其實我自己不急 可是我周圍的人比我更急 跟我們說到處理一下 你老闆,你也不會讓我去看 你不怕 你不怕